通貨膨脹有感 近期就有不少租足相繼收到房東傳來調漲房租的訊息 在房貸升息 通膜效應影響之下 房租、電費同時上漲 讓人不堪負荷 事實上不止房租上漲 物價漲幅也讓人喘不過氣 行政院日前拍板 今年起每月基本工資 將從26,400元調漲至27,470元 但無奈最新公布的租金指數年增2.16% 連續四個月超過2% 直接寫下27年新高 不少手工族放棄租屋都想著先上車再說 更枉論有經驗的智產族爭相出手 以免被通膨房價漲幅甩到看不見車尾燈 在通膨壓力下 租金幾乎沒有回檔跡象 分析全台最佳智產標的 雙北市最具增值潛力的黑馬地段 就是位在三重由第二行政中心 推動的新北新意計劃區 不僅由新北市政府領航 以大型公共建設帶動區域走向國際級城市 而且地段的價值 大型企業最知道 從全台上市建商購底風向 以及大型科技 金融媒體總部相繼進駐卡位 就可得知區段含金量絕非等錢 其實新北你會發現很有趣就是 新北如果它某一個區域的商業機能 跟交通機能發展起來之後 它的房價其實一點都不輸 台北市中心有一些舊的市區 像以三重來說 其實它離台北市中心也非常的近 然後再加上附近有一個大爐會公園 那最近其實媒體量會比較多的原因是因為 鮮涉宮附近有一個新北第二行政中心 然後還有一些企業建築的話題 再加上有很多的重劃區 所以其實大家就會發現那別人的CP值好像也蠻高的 然而國人普遍認為有吐司有產 關鍵就在於長期持有房地產增值抗疊 相對於其他金融商品大起大落更加安穩 在通膨嚴峻的時候 選擇具有發展潛力的不動產 不但可以抗通膨 還可以避免成為被時代收割的韭菜 然而無論是首購、智產、買房 最好時機就是搶在起張點 區域內指標大案獨聽大約2 位在近北市精華地段 並跟著第二行政中心 臨時差同步開發 這也是繼信義計畫區新版特區後 全台唯一在市政特區進駐前的起張點 搶在百年一遇 新北信義計畫區的最佳機會 支持延企畫模、ident雪館、優秀、Those who are a system of gold 最佳的有一些節奏 九日是福利的一大樓 五、二、三、四、三、五、二、二、三、四、五,八等